我们如果把康德跟海布尼斯摆在一起看 从人的自由意志出发 我们可以找到神的全知与全善 他必须作为道德与正义的最后审判者 然后再从神的全能出发 我们可以再次肯定人类自由意志的可贵 像一种回宣式的思考 或许可以对一笔就路悖论 提供一个价位合理和周全的说明 也可以对生命的回忆 道德问题带来一些更为深刻的省思 科学还原主义进一步认为 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在内 都只不过是一堆原子而已 只不过这三个字凸显了对于真实的看法 这种科学还原主义好像是在说 比较高层级的事物 例如树木和头发手机都是虚幻的 比较低层级的事物 例如原子才是真实的 听起来实在有点奇怪是吧 这种立场离视一切为虚幻 仅有危险的一步之遥 你的美食可能是我的毒药 我的珍宝也可能弃之如必喜 但无论如何 美食与珍宝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不是吗 培养智慧是哲学特质之一 它是一种生命快乐的泉源 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 他往往在我们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忙得 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榜 智慧的敞伯苏格拉底为我们立下一个永恒的典半 让我们向伟大的哲学家致敬 一起为培养智慧而努力 信仰不是科学或逻辑推论 它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 若实在具体的生命处境 则需要特定的机缘与开想 赌注不妨说是一种比较俏皮的说法 它真正提报我们的是 生命是一场奥秘 有时候你必须用心来感受 培养智慧于1831年 因为流行性祸乱死于柏林 后来变政法的发展 也离他所谓的绝对精神越来越远 他有个年轻学生利用这套方法 站在唯物论立场重新铺盛人意 去带来过去的精神进度 用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 来回缩历史并预测未来 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从马克思、安格斯、叶尼 再到毛泽东 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很多事可以妥协 但是正义、公理、是非与良善的价值 不能沦陷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 照你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 如果放在政治领域 可以改成 照你所知最好的候选人去投票 你是要选权力贪腐与利益 还是要选贤与能 按着你的是非与争议之先 投向你神上的一票 这不仅是我们的权力 也是我们对于自由民主 人人应见的一份责任 看来 绝对的道的准则 有必要存在于价值体系当中 当我们考虑行为的后果时 行为本身的道的品质 便内在于产生的结果当中 例如运动比赛时 用药物打破世界纪录 只要不被揭穿 或许你会有我们的事 你的朋友家人也会因此来张光 但是如果你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一个骗子 这样的名气不要也罢 没有了道德自尊心 真正的幸福将注定谣不可及 启发式判断不一定是错的 但是有时会让人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法国哲学家沙特曾说 你之所以看见的正是因为你想看见 慎思迷面很重要 我们要随时保持解决 注意启发式判断的盲点 才能保有一颗明亮的心 事实上呢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知道 吃是一件很难控制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说 如果你可以控制吃 那还有什么是你控制不了的呢 这样说不仅比较符合事实 而且传达出具备同理心的正能量 感谢观看